各位,如果你出事買了幾架飛機 不過賣飛機的人就說 你買我的飛機就不准你用某個公司出產的電話 這樣合不合你呢? 奇怪了,真人真事 老葉沒有說謊,給我看 這裏就是來自日經新聞 應該就是日本那邊 就說UAV,即是聯合郵長國 暫停跟美國購買F-35的談判 原因是他發現 第一,他有得選擇 不跟你買F-30,我可以買第藥 稍後再跟大家說買哪一藥 第二,很不滿意 美國一要限制他不准用華為的電信通的設備 所以兩樣合起來之後他覺得不行 跟中國做生意做得這麼好 你和你買飛機,既然不准我用某人的電話 那是不通的,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暫停了這個談判 你想買飛機,你要的? 你不跟他買,跟誰買呢? 我們記得,就是做一些時期 我們澳洲這裏,聯同英國、美國 取消了一個潛艇合約,對不對? 除了這件事之後,我昨天跟大家說過 希臘那邊 亦都打算同一個國家取消 一些驅逐艦的合約 這個國家大家知道了,是法國 現在聯誘已經跟法國談判了 可以買陣風戰機 我可以買便宜一點的 用得好嗎?我們不知道,但起碼便宜一點 我和美國買,即是買到40架 我和法國買60架,起碼多20架 怎樣都好用過40架,對不對? 所以現在他因為可以有其他來源 醫生就可以和美國說 我暫停和你的談判 不談判 因為你要走我家裡怎樣用電話 不太對 但以往來說 他拳頭大 你們不聽不行 現在開始有得選了 有得選自然 自己有得選,當然好過不得選 因此現在聯誘就宣佈了 暫停和美國繼續商議 F-35購買計劃 原因是因為華為這件事 想不到現在 2021年真是多東西看 所以我經常說2020年 2021年是一個 國際上政治的分水嶺 現在清清楚楚 這個分水嶺分得 真是清清楚楚 現在大家都知道 連聯誘這些國家都敢和美國說 我暫時不和你談 F-35購買計劃 因為我那邊有得選 哈哈 最好的 非常好 好 很毛錢